不知道邓超是否后悔 曾为了和孙丽秀恩爱而得罪冯小刚 2007年邓超凭借电影集结号获得最具风格男演员奖 但在颁奖典礼上 他感谢的不是制作团队 也不是父母 而是不在现场的孙丽 站在领奖台上的邓超 直言要把奖杯放在孙丽的浴室里 此话一出全场都沸腾了 媒体嗅到八卦的味道 开始把所有的目标都转移到了邓超和孙丽的恋情上 而电影本身却没有多少人关注 身为导演的冯小刚在旁边一度黑脸 邓超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连忙把话题转移到电影本身 但冯小刚的脸色并未因此有丝毫好转 他抢过邓超手中的话筒说道 看来没有人对电影感兴趣 只对私生活感兴趣 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之后带着一帮主演离开了现场 坊间传闻称冯小刚在后台发了很大的火 不用想就知道 自己的电影发布会变成了邓超恋情的八卦现场 身为导演的他能不发火吗 其实在拍摄集结号之前 他和邓超合作过少年片子 他觉得对方演技不错 冯小刚在权衡之下也就答应了 不过那时候的邓超除了拍这部戏外 他还接下了甜蜜蜜的片约 所以他在两个剧组之间来回跑 一开始冯小刚也对邓超表示了理解 结果邓超得寸进尺 和孙丽戏里戏外都腻在一起 两边跑的邓超经常顾此失彼 也没有过多时间揣摩角色 拿着公费谈恋爱的态度让冯小刚非常的生气 但是为了电影进度还是忍了 好不容易电影拍完 宣传前期邓超却找不到了 这无疑是在冯小刚的怒火上又添了一把油 再加上在颁奖典礼邓超搞那一处 冯小刚忍无可忍发飙了 邓超算是彻底把冯小刚得罪了 2015年柳妍参加奔跑把兄弟被集体排挤 而一向担任大好人的邓超成了那个带头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按照节目规则 这一期是要通过玩游戏找到线索 从而找出隐藏在其中的卧底 可游戏还没开始 邓超就怀疑柳妍是卧底 贝贝也在一旁附和 到了后面的游戏环节 柳妍一直都在努力融入集体 卖力地完成游戏 可邓超还是把矛头指指柳妍 旁边跑男团的所有成员也是一唱一鹤 毫无逻辑地冤枉柳妍 第一次上跑男的柳妍 怎么也没想到会一次又一次被针对 从一开始的吉利解释到后面的漠不作声 柳妍的委屈都要一出屏幕了 当看到节目组提供的线索上有红颜或水似的字后 到了后来转移游戏场地的时候 一行人都在前面走着 只有柳妍一个人孤零零地跟在后面 同为嘉宾的冯绍峰感受到柳妍的情绪 上前安慰柳妍 没想到这个行为再次让邓超抓到了把柄 连着冯绍峰一起怀疑起来 到了投票环节 大家面临着选择柳妍还是安了时 来了说出自己找到的线索 这两个小孩从小孤苦伶仃 然后老爷很同情他们 所以我觉得外来人应该是单身 从小孤苦伶仃和长大单身没有丝毫联系 一听就是甩锅之词 但没有人怀疑他 邓超更是直接引导所有成员把柳妍投出去 我对柳妍啊 真的我比较了解 我从早上就怀疑是他 然后我严重怀疑 就这样柳妍第一局就惨遭淘汰 第一次参加跑男 柳妍丝毫没有受到优待 反而被跑男团集体孤立 到底是低情商还是为了节目效果 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吧 邓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从百亿影帝沦为综艺他的 看了邓超的履历会发现 他曾经也是电影界难能可贵的人才 一部集结号 让他成为炙手可热的电影星人 一部烈日灼星 让他斩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一部影 让他提名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 一部银河补习班 助他成为第四位破百亿票房的华语演员 如今的邓超为什么不再潜心打磨演技 反而沉迷于综艺呢 2014年是流量横行的时代 各种小鲜肉和流量小花大量充斥在娱乐圈 作为中年演员的邓超 发现了真人秀节目的红利 所以他果断参加了跑男 邓超凭借着讨喜的人设和评出金句 国民度蹭蹭上涨 邓超虽然凭借跑男奠定了自己的综艺之路 但其实邓超的喜剧天赋并不强 对比黄博沈腾等人是有差距的 或许邓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2018年退出跑男 之后邓超导演了一部银河补习班 助他成为纪无精 沈腾 黄博之后 第四位百亿票房俱乐部的华语演员 但之后邓超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了 不是在各大电影中特别出演 就是在参加综艺 邓超当初离开跑男也是为了专注于影视行业 回归自己的本质工作 结果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反而是上了不少的综艺 邓超与陈赫和陆寒合作综艺五哈的第一季和第二季 还担当创四的发起人 综艺邀约确实显得有些平凡 流量至上的时代已发生改变 网上流传着一句话 当浪潮退去 谁在罗勇一目了然 话操理不操 希望邓超能够多多钻研自己的演员事业 不要在综艺路上一去不复返